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一般的就劳签证 也就是工作签 再就是家属自在签证 这就是经营管理签证 大范围这四项 然后从这几项里面还能分出几个具体的签证 就是首先在有这几个签证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到的 这个我们可以有兴趣的客人可以在直接问我们 您说的这个延伸出来签证就相当于永驻了这样的 对 就是取得这些基础资格之后的再去拿的签证 对的 比方说您拿到这个经营管理签证以后 然后可以在以这个基础上申请高度人才签证 对 就是对 可以更能快速的取得永驻的这么一个高级签证 那么就是说永驻是终极目标的话 那之前的这些签证都是它的一个每个阶段 对 就是一个基础性的 对 就是可以让大家长期滞留在日本的签证 好 那我们是做不动产的吗 那么我们这个不动产 通过不动产的投资 为区道能够取得的这个签证大概比如说是什么签证呢 这是大家经常会问的问题 就是在日本买房可不可以拿到签证 对 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只是单纯的买房的话是拿不到签证的 对 但是通过我们购入这个投资型的房产可以拿到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几项长期滞留的签证 比方说金融管理签 金融管理签证是个怎么样的签证呢 就是说外国人在日本成立一家公司 成立一家法人 然后自己作为这个法人的社长 然后可以申请这个金融管理签 但首先你成立公司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正规的经营项目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需要有正规的经营及未来性 这是日本的入管局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方面不好的话 入管局是不会给你批准这个签证的 像前几年很多假的公司 对 大家就是为了拿到这个 单纯拿到这个签证 就是用一些架工的经营项目来进行申请 然后它本身是没有这个经营项目的 所以说入管在第一年或许可给你批 但是第二年在更新的时候就给你拒绝 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经营项目 而不投产投资呢 比方讲你可以买一间移动的收益物件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来做管理 对 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这个收入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也可以在日本的正常纳税了 对对对 那纳税的话呢 就会自然的就是说 去释迁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投资金钱 对的 是这个意思 对 首先你有一整栋的盲项目的话 一整栋的这个公寓楼的话 它的收益 首先有很多间的收益 对对对 而你需要管理这个中的楼 这属于你的一个经营项目 对 所以说是可以这个 购入这种类型的投资方产的话 是可以申请这个经营管理前准的 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你说的一栋楼 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是自住用的 还是民宿 酒店都可以算成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一栋楼的这个范围吗 理论上来讲都是同一个范围的 对 主要是有收益就可以 对 但首先是得移动物件 而不能只是一间 对 单格的一间 如果是一间两间的话 就很难 首先最好是移动性的公寓 哪怕它是用来专门用来自住 出租用的 或者可以用来进行民宿用的 或者可以酒店 或者是作为店铺出租 对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就是移动民宿性的物件 对 过渡这样物件的话 其实就可以进行申请这个经营管理签证 对 因为它是一个经营项目嘛 我们要经营这家民宿 对 要合法的纳税 这样入管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的 合法的 合法的 合理的 对 要合情合理 还要合法 对 对 才能有这样一个签证 好的 那我想问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般这个投资 如果投资人 他不在日本的情况下 或者是从来没有来过 日本的情况下 通过投资这个 您刚才说的 这个移动的 这个收益物件 来拿这个日本的投资金 签证 这样是有可能的吗 这样是有可能的 像我们快刑不动产 主要就是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比方说 客人不在日本国内的情况下 也可以帮您过入这种物件 然后我们会找专业的行政书室 帮您来进行申请 这个经营管理签证 好的 那就是说 拿到签证以后 然后这个投资人 就来到日本 然后在日本就是说 长期居住下 然后再拿这个 通过经营的这个方式 来继续就是第二年的 续签这个签证 是这个意思 对的 因为它是一开始 只会给你一年的这个签证 然后一年之后 你要拿着公司的业绩去 去续签 对去续签 当然入管局不是一定会要求你 第一年就必须要赚钱 对 它允许你第一年第二年 有亏损 也OK的 因为毕竟一个 一个经营项目不可能立刻赚钱 但立刻赚钱会更好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这个投资人 他在中国 比如说不能够 马上就是全新权益的 住在日本来经营投资 他需要一个在日本的管理人 而且他比如说一年中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他在日本 然后半年时间在中国 这样的情况 也可以入管 也可以承认 就是说他这个投资经营的实际 这个行为 对的 这是可以的 就是说正常的投资经营管理前证是必须要申请人在日本的志在要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对你可以在半年 另外半年你可以在海外就进行你的出差或者你的就是相规相关的商业活动 对但是也会有比方说一些客人他的主要的根据地还是在国外 我明白了 就是说投资人至少要在日本待满半年 这样的入管呢才能承认他实际的这个投资经营的这个行为 首先这个条件我们要クリア 然后首先这个条件呢我们要达到 然后呢 这个投资人在日本就经营管理他需要雇佣员工吗 还是通过一些中介来帮他管理都可以呢 经营管理签证首先这个申请人自己作为这个公司的运营者 主体 对主体 他需要在日本待到半年以上 对然后另外的半年他可以在国外进行相关的商业活动 对但是也会有 个别情况就是说他的在海外的时间会比待在日本的时间要长 这样状况下的话你可以在日本本地共用两个本地员工 不一定是日本人 但是最好其中有一个是日本人 还有比如说永住这样 对日本人配偶这样持有这种长期有效签证的这个员工 这样会给他的签证加分对吗 呃就是说有固有员工的话你可以呃不用在日本待到半年以上 太久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明白了 可以减少你在日本待的时间 对因为毕竟大家有时候需要回在国内做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对起码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几个月几个月 但是一定要合理合情合理这样入管就会认可对 对的他的最基本的规定是一定要在日本待半年以上 但是也是有前提条件的比方说我有当地员工帮我来管理这个公司 然后我本人可以在海外进行我的专业活动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那样的话也十分的方便 对用长期待在日本对如果是拿工作签证的话像我们这种在日本就职的话 那么长期必须要待在日本待满一定的时间 但投资经营的话就会比较灵活一点了 嗯好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经营的话他可以把他的配偶或者是子女一起带来日本吗 啊这个是可以的 呃投资经营签证呃经营管理签证就是这个申请人本身可以拿到的签证 然后自己的配偶及子女也会拿到签证 而来到日本享受同样的医疗及教学 对毕竟我们在日本成立公司你作为一个法人的话 你是要缴相关费用的嗯就是各种税金对 所以说你会享受到和日本人正规的正规和日本一样嗯那就是说这个签证是非常合金合理的像你的家族成员你的这个至亲都可以跟你一起嗯以家属之在的方式在日本享受在日本同样的这个生活的保障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栋楼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一栋楼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小的疑问比如说这一栋楼需要什么样的规模嗯大概要具体几个房间一年要达到多少的收益才能算是这个投资金签证的这个条件才能满足呢那么呢嗯我希望就是说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样的一栋楼具体一点的有举个例子之后带我们去看一下这样的物件嗯好的那我们的下期节目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用来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物件是怎么样的嗯我们首先以最普通的酒店的嗯物件的形式来向大家介绍好的那下一期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间日本的酒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昕我是小代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